第三盘比赛 前两盘双方打成1比1 这就是黑龙江队和四川队 现在范思琪和范思琪只有19岁 黑龙江队的奋起 这次可以说是续写一个辉煌 今天晚上7点钟 四川队将和上海队争夺本次男子团体的冠军 所以王璇在跟范思琪的纠缠过程中 特别要扬长避短 他的长处就是经验多 毕竟在2014年 打开 估计菜 水 特孔 攪拌 嘘 大小 手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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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4 4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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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8 8 8 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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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的 三十岁的老将来讲 他基本表现得很镇定 擦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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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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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虽然在第一局王璇是先影 但是从整个实力来看 王璇还是小将 就是范思奇 好的 可以拿到两分 如果第三盘一丢 那基本黑龙江队取胜的可能性就非常少 漂亮 逆线转 好球 又是到关键 八比十 王璇是2002年进入的中国乒乓球队 好的 上来第一局的时候 他是猛拉猛冲 好的 好的 好球 哎呦 但这时候反而梳了一分 还是很强的 糟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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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双方第四局的比赛开始 这是黑龙江队和郭艳取得胜利 然后四川的朱宇玲第一主力 他是战胜了车小 这球变迁变得很能取得胜利 简单 好的 好的 好球 放出去一个球 好的 好的 好球 漂亮 好的 好球 漂亮 登陆 选领先一分 有30岁的老将王拳发球 好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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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 好的 哎呦 好了 来了 漂亮 6比10 好的